中国大陆新总理李强 首度带着四位副总理一起亮相国际记者会 但是一开场就罕见跟口译员讲话重叠 李强身旁的口译员翻译节奏没装好 让李强对他打pass 我讲完该你翻译了或是 李强可能还不习惯国际记者会要等逐步口译说完 最后主持人华春莹拍拍翻译的间似乎在说辛苦了 李强以白话亲民的风格回答经济难题 但是安排自家官媒打头证 跟过去以外媒彭博社 户透CNBC美联盛等开场不同 而且这次西方媒体只给CNBC提问经济成长 美联社 法新社都认为 李强是习近平意志的贯彻者 CNN则指出李强曾执政上海应该是轻商路线 这是李强首秀之后一个半小时跟时困点相对上是比较短的 但不能看出他未来这种中置状上稳住外自信性 以及稳住中国经济发展 以上TV朱光宏陈云文在北京的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